我們在講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4 方案4就是加了那一些有的美的獎勵的 那些最多到20%的這件事情 就是邵秀沛發明的 就是他發明的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他今天其實已經進連政署了 今天已經被連政署找去約談了 連政署一定問他說 請問這個案件你插多少 你怎麼跑出方案4 對 身邊人幫你擠得 是你想的嘛 那你怎麼說服你的長官 還是你的長官覺得很好 你的長官是彭副市長 還是你的長官是黃副市長 還是你的長官是市長 還是你的長官是沈慶晶 還是你的長官是金華城 還是你的長官是當時的局長 一定是這樣問的 對於你自己說 沒有 我自己發明的 是我說服他們的 公務員最怕自己發明 這是一個資深的公務員 公務員最怕自己發明 做第一類的這種就最怕 可是這個案子很奇怪就是 在這一段期間他都沒有被約過 然後這個現在 劍指他說這個東西是他 這個援你出來的方案 那如果這一位公務員 接下來跟金華城 跟這個威京集團 跟這個之前的譬如說這個監委 跟這個什麼朱雅虎 跟這些人 跟應小威 跟這群相關的人 有任何不當的往來 那這一位就很關鍵了 因為他是負責援你方案 而這個過程中 如果方案是他你的 最後去推動的時候 壓力是別人給他的 那他也一定會和盤投訴 他說你這個方案沒有錯 可是當時有人反對 學者專家反對 各位記得有一場 花了一萬多塊 兩萬多塊 找了一些學者專家來開會 說這一個交付說 他們去援你這個 八百多的那個會議 有一個專家的會議 然後政府的什麼 出席費去請專家來 那一場的主持人就是他 特殊的角色是朱雅虎 朱雅虎說誰誰誰 我們記不記得之前在聊 4300萬商辦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支流 支流插出去是什麼 那個商辦的租客是姓貴的 他有一個股東是李天鐸 那李天鐸曾經在2017年 有一場飯局上面 就有朱雅虎 有審慶金 那朱雅虎是誰呢 他是威京集團子公司 頂月的檔 這中間有沒有什麼 起人疑鬥的地方 不知道差到哪裡 那川哥 你覺得這個 邵秀佩他的角色是如何 邵秀佩因為一直都在都發局 所以這個都市計畫變更 對他來說是很熟悉的業務 各位回想一下 前一陣子在約談那些 都委會委員的之前 都發局是非常多人被約談 包括非常基層的都被約談 對 那他們你又有一定會被問說 這個案子你知道嗎 當時你為什麼這樣簽 你為什麼會蓋到張 局內有沒有討論這個 你們柯有沒有在討論這個 一定都是問這些問題 重點來了 這一位邵秀佩 從頭到尾都沒有被約談過 都沒有 然後他就在19號到19號就出國了 然後他起始請假是挺到8月30號 因為31號跟9月1號是放假 對 那今天9月2號應該要消假上班 然後現在就發現說原來 我們在講方案1方案2方案3方案4 就是方案4就加了那一些有的美的獎勵的 那些最後到20%的這件事情就是邵秀佩發明的 就是他發明的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他今天其實已經進連政署了 今天已經被連政署找去約談了 連政署一定問他說 請問 這個案子你插多少 你怎麼跑出方案4 對 那你怎麼說服你的長官 還是你的長官覺得很好 你的長官是彭副市長 還是你的長官是黃副市長 還是你的長官是市長 還是你的長官是沈慶晶 還是你的長官是金華城 還是你的長官是當時的局長 一定是這樣問的 對於你自己說沒有 我自己發明的 是我說服他們的 公務員最怕自己發明 這是一個資深的公務員 我告訴公務員最怕自己發明 做第一類這種的最怕 可是這個案子很奇怪就是 在這一段期間他都沒有被約過 然後這個現在 見指他說這個東西是他 這個援你出來的方案 那如果這一位公務員 接下來跟金華城 跟這個威京集團 跟這個之前的譬如說這個監委 跟這個什麼朱雅虎 跟這些人 跟映小威 跟這群相關的人 有任何不當的往來 那這一位就很關鍵了 因為他是負責援你方案 而這個過程中 如果方案是他你的 最後去推動的時候 壓力是別人給他的 那他也一定會和盤投訴 他說我你這個方案沒有錯 可是當時有人反對 學者專家反對 各位記得有一場花了一萬多塊 兩萬多塊找了一些學者專家來開會 說這一個 交付說他們去援你這個800多的那個會議 有一個專家的會議 拿政府的什麼出席費去請專家 那一場的主持人就是他 所以就他做了這樣的一個結論 再送給都委會 各位知道都委會的執行秘書權力有多大嗎 都委會的主任委員跟副主任委員都是監的 這個執行秘書他的工作很重要 就是排案子 排方案一 排這個議程的第一案 第二案 所以議程是生事實他托在手上 對嘛 主委副主委不會管那麼多 來這個公務員弄好 第一案 第二案 如果他要讓這個案子很快過 就排第一案 如果這個案子他不想讓他過 永遠都排不上案 或者把它排在第七案 第八案 今天討論不完 下次再討論 這個執行秘書是有生殺大絕 第二個執行秘書通常要做一件事 要幫主席你結論稿 有一個結論的稿子是執行秘書 你給那個主席 你給那個主任委員說 等一下如果這個案子跑到最後是通過了 他會寫一張單子 讓那個主委 讓那個主席念 就像在立法院的招委一樣 旁邊會有公務員 或者是韓國瑜念的 都是旁邊那個秘書長寫好 他就照念 所以那個位置很重要 所以今天他被約談到案 我想搞不好會有新的發展 好 你剛剛Grace的手版是 今日司法譬如昨日死 先從昨天開始 不好意思 昨日司法譬如昨日死 今日司法譬如今日生對不對 那司法究竟是生還是死呢 我們來看 先不要提前下定論 因為這出戲要慢慢看 這個是會有續集的 來委員 我們看 這個之前記不記得林姿廟 他在涉案的時候 他其實一開始是無保請回 後來改列被告 然後是不是被起訴了 是不是三項重罪 有沒有就發現有更多更多的細節出來之後 不是說你第一關頭過新就過 司法不是這樣看的 那昨天你有沒有守到半夜三點 我沒聽說 我一點多就忍不住了 不過我要先講 我們在談這個事情先講三個前提 第一個 我們在態度上尊重司法 誤枉誤重 不要想說用民粹或用政治的實力 要去干涉個案的辦 那相信司法是什麼意思 我聽過拜登講一段演講 很有意思 他說你不能只有你贏的時候才愛國 你不贏的時候 這國家就不可愛 同樣道理 我們現在司法剛才Grace拿那個 一下昨天死了今天活了 然後明天又要死了 後天又活了 我的意思是說 司法如果一下生一下死 那只代表一件事情 在這些人眼中 司法就是順他的意 和他的意叫活著 然後呢 辦到他自己的人就叫死了 那這司法就兩套標準 那種司法呢 只能查政敵 不能辦自己人 這樣的人要喊司法改革 還要調查權 我覺得是笑話 第二個 積壓與否 不代表沒罪 也不代表有罪 積壓是檢察官辦案過程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沒有順遂 我恭喜柯文哲跟他的支持者 他們一定很高興 也應該高興 因為本來要壓起來嘛 那壓起來的話 對柯文哲來講 當然他失去講話的機會了 他也不能出來講說 我840% 我是到今年二三月才知道的 所以沒有被積壓 對支持者來講 當然該高興 但是有沒有積壓成功 不代表有罪 你剛才舉的是林之妙 我舉高宏安就好了 高宏安從頭到尾都沒有壓 判七年多吧 對 所以有沒有壓 跟最後有沒有罪 是沒有相關的 可是因為他們也會說 你看 五寶不用交寶欣 我待會要講這個部分 這部分就精采了 可是我可不可以先插嘴一下 吳寶請回誰有精采 陳水扁PO了一個文 不要忘了 16年前我兩次 我還兩次吳寶請回 社會上吳寶請回的人其實很多 我們是因為太聚焦在政治人物 吳寶請回 最後有事的 沒事的都有 其實不久前彭震生也是五寶 對 他上一次五寶請回 這一次就壓起來了 所以我們回到這案子的本身 這一次北檢跟柯文哲 彭震生的律師攻防 積壓禁見 收壓禁見 最後一個五寶請回 一個收壓成功 有關柯文哲的部分 大概就是北檢沒有呈現 積壓的原因跟積壓的必要 然後台北地院也說 看不出來柯文哲 在這個事情裡面的犯意 所以這裡是對柯文哲有利的 可是如果你再細就進去 台北地院的新政市 增加那20%容積率 達到840%是違法的 因為這個違法 所以彭震生 我看到他有一段還寫到 有巨額的匯款 所以他是有對價的 所以他有對價 他不僅是圖利 還涉犯貪污智慧條例 所以第四項第一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那個是重罪 10年以上到無期獨行 所以彭震生被收壓了 那為什麼柯文哲沒有被收壓 他不知道 因為他不知道 無法證明他知道 也無法證明他涉罪 所以北檢提供出來的資料不夠 不足以證明有積壓的原因 跟積壓的必要 你如果讀懂這邊的話 你就知道今天王俊麗 檢察長就說最快今天 大概最慢就明天 他要提起抗告 待會兒那一個 邵秀沛問完了 也許就要準備抗告了 抗告的時候 如果你知道命題是這個的話 很簡單 北檢抗告要處理幾件事情 第一個經驗法則 我們當然知道 怎麼可能這麼大的案 840% 涉嫌圖利170億左右的容積率 而且是以前沒有 以後沒有 還要發明一大堆 容積率獎勵的辦法 這些東西如果沒有市長同意 哪一個副市長跟都發局長 有那個膽 敢通過那些辦法 所以說不知道 違反我們的常識跟認知 好 好